加州州長紐森罷免選舉的投票結果顯示 大約有67%的選民反對罷免 另外33%則贊成 由於雙方得票數懸殊 因此紐森提早宣布贏得反罷免選舉 並發表演說 值得一提的是 由於一個州長選舉 民主黨這次全國總動員 除了副總統賀錦麗曾到場拉票外 總統拜登也前往加州 為紐森拉票站台 提醒選民要嘛選紐森 不然就等於是支持川普 且選舉結果也顯示 反川普牌依然奏效 東訊新聞團隊洛杉磯報導